水域清澈 湖水映照着山丘倒影 知名的明德水库 就位在苗栗头乌香 这里是典型的客家聚落 民情淳朴 好几条心流穿梭其间 形成独特的头乌风情 宫景很优美 然后空气很清新 然后来到这边就是觉得 有种乡下的感觉 水资源丰富 让头乌成了历史悠久的茶香 更因为好山好水 近年来有不少客家人 在这里养殖大闸蟹 蟹农们努力营造出 天然的养殖生态 就是为了细心照料 这远道而来的教课 这是圆圆的 刚才供的是尖尖的 都是马的 你看台北人 叫写客家办法 这个叫什么 因为你养大闸蟹 一定水要非常的充沛 因为我们明德的水库 水资源绝对不会缺少 然后我们前面有个后容器 如果你水不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后容器的水 引到这边 所以在地理房间绝对是好的 水没有污染 养出来的大闸蟹 绝对是没有污染的了 你看很大 没污染的大闸蟹 远近驰名 也发展成观光产业 游客来到这里 不只能参观养殖场 还能献牢献吃 来来来 大闸蟹来了 新鲜的大闸蟹来了 心情耕耘总能有收获 这两年的本土大闸蟹 质量越来越好 在两岸还获得不少冠军奖牌 游客来享受肥美大闸蟹的同时 也能了解这个客家小镇 蟹农们努力打拼的故事 上课了 斯卡丁威 斯卡丁威 斯卡丁威